最近有一些报道提到了习近平端详过的茶杯 这是一支轻松鲜鹤金边布台茶杯 被中共一大纪念馆收藏并展出 就说这支茶杯是习近平在2017年 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看过的 这支茶杯被认为是一种习式展品 反映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在中国各地愈演愈烈的现象 有一些其他的关于习近平 用过的物品的个人崇拜的新闻 例如习近平用过的键盘 被一家国有企业收藏并展示 习近平走过的脚印被一些地方政府 用水泥铸成并摆放在公共场所 习近平吃过的包子 被塑料保鲜并标价1000元 这些都是一些习式展品的例子 显示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在中国各地的普遍和荒谬 习近平在甘肃古浪县村民家中视察室内厕所时 询问了村民改册的情况 这些都是习近平对农村的所谓的厕所革命的高度关注的表现 习近平在船上坐过的移植 习近平使用过的键盘 习近平倾分包子铺用过的餐桌 习近平亲自走路留下的脚印 从这些一个一个的势力来看 这分明就是一个奴才国 那这些新闻报道可能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第一习近平的权力和影响力 已经超过了前几任的领导人 甚至可以与毛泽东相提并论 第二习近平希望利用媒体出版物等各种手段 塑造自己的形象和思想 想让全国人民和世界认同他的领导定位和理念 第三习近平借鉴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模式 让自己的画像口号著作等无处不在 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激发人们对他的热爱和忠诚 第四习近平想通过改策扶平等名声工程 展现了自己的亲民和巫师的一面 赢得了支持和赞扬 第五习近平没有指定继任者 但也没有任何功绩 他只有加强自己的权威和控制 才能延长自己的执政时间 那习近平这么做能真的如愿以偿 树立自己的个人威信吗 习近平这样做有利有弊 因为他既能够利用个人崇拜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又可能因为个人崇拜 让自己陷入困境和危机 但他这样做并不能帮他树立个人威信 因为他过于集中权力和控制信息 忽视了人民的需求和意愿 引发了一些反对和不满 让中国在国际上遭到了一些批评和抵制 个人崇拜是指对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过分的 盲目的不合理的崇敬和赞美 通常是由于这个人或集团拥有某种权力或地位 但是个人崇拜可能会导致很多负面的后果 他不仅削弱了中国的民主和法治 让习近平及其政党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 滥用潜力和资源也压制了中国言论和思想的自由 让个人或集团不容忍任何批评和反对 消除了多元和开放的社会氛围 还会让习近平的痊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让个人和国家失去了自我反省和改进的能力 陷入自我膨胀和自我欺骗引发社会的不满和反抗 习近平的这些个人崇拜 确实引来了人们的嘘笑和嘲讽 但是这些嘲笑声能迫使习近平发生改变吗 当然不会了 习近平只会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和自身利益 来认定自身的行为是正确合理的 加强审查与宣传以压制所有的反对和质疑声 习近平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习的父亲是中共元老习仲勋 他从小就生活在潜力和光环的环境中 可能形成了一种特强验审和优越感 也对中共和毛泽东产生了复杂的情感 因此他想把自己变成21世纪的毛泽东 但他这样做违背了新中国的治国理念 不仅受到人们的厌恶 还会让他能为一个守世人唾弃的笑柄 两个人的家伙优优独播剧场